马粪海胆因人为烂捕,出现族群灭绝危机 去年澎湖县宣布突破完全繁养技术 育苗提供养殖业者繁养 并修法养殖马粪海胆可全年上市 农业部水产试验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 23日放流可长2公分以上 只白及三叶海胆共计约2万颗 双广旗下富裕马粪海胆 澎湖地区自2007年开始管制白及三叶海胆的财补 可财补期也从原定每年5月16日到8月31日 缩减至每年的7月1日到8月31日 最小体长限制为8公分以上 但管制措施只制定进补期及财补大小 却未进行总量管制和确实严格执法 长久下来野外海胆的数量锐减 现存数量已不足以支撑 族群的繁衍成长 澎湖中心长期以来积极透过 人工繁殖与培育马粪海胆 并选择适合的海域期地放流 期望资源回归海域后 能充实族群数量 并透过适度的保育措施 使渔业资源深深不息 同时也考量产业利用需求 辅导业者生产种苗 育育飼料开发及投胃策略研锡 期待能以人工养殖个体提供市场需求 减少人为财部 记者 陈荣誉报导